你这样一说好像小诺是跟其他女生还有挺大的不同 她能够一下跳脱出来 就大家的这个好胜心或者作的一面都比较强烈 她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明显的一个人 所以一下就跳脱出来的 还蛮能抢镜头的一个人 小诺为你做过很多事情 像你说的很敏感 也会很容易去做一些自己想过的事情 就来找你问 有没有什么让你最感动的事情 最感动 对感动你 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往往就在一些小事上面 她会偷偷的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偷偷的跑到我房间帮我叠被子 然后帮我刷鞋洗衣服什么的 我觉得刷鞋是我特别觉得不能够那个的 就是别的我都能接受 而且她是不让我知道 我觉得就特别感动 就是小事情特别让人感动 然后当时会觉得这个女孩蛮适合做 对对对 而且当时也有很多网友 就是各种刷屏 你说要抢她 对对对 特别好 这种行为举止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好像女性都偏少了已经 对对 呃你有没有为她做过什么 我为她做了 你觉得她有一个感动的事 呃也没什么吧 你没做过什么对她 忘了 你哈哈 你对她总比别人好吧 我对她对啊 就是肯定也有做过 我那是没什么好说的呀 就应该的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啊 但没她做那么多 没她做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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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 对吧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行动大于说话的 我不爱说 就做呗我也我也忘了我做过什么 可能也做过吧 可能也做过吧 肯定做过但我忘了也没什么好说了 出去之后你们有可能在一起吗 在一起 对真正的在一起 真正在一起谈恋爱吗 对 呃 不知道哎 出去之后再看吧 但是我觉得人的内心总是一定的倾向性的 你会有这种倾向感吗 嗯 会 会有倾向感 但是 你要看情况吗 嗯 什么情况你觉得两个人真的可以决定在一起 就假如你跟比如谈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两个人是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了 什么样一个 状态 就是一个点 对 就是突然到那个点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我觉得出来 因为出来时候可能大家我们两个人也更放得开一点 就没人看了了 对啊 干嘛干嘛了 对啊 对啊 就逛小树林的都行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你更放得开的感情方面也 可以更放得开一点 就没有那么多监视这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不用那么拘束 你妈妈对她印象好吗 我妈妈对她印象可以啊 不错 你妈妈怎么评价她 妈妈 因为中秋节的时候不说过嘛 所以说她特别好 然后她 回家吃饭什么 就妈妈那一关其实已经过了 我妈妈是一个 听你的你妈 不不不 我妈是之前说 从来不让我带女生回家的 回家 对你不带外面也行吗 不是 不让从来不让我带女生回家 见到爸妈 我爸妈 因为他们 对这个很传统 就觉得如果不是结婚的就不要带回家 所以你就觉得还没到那一步 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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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喜欢我特别爱